遇到暴徒协職人质 宪兵特勤队立刻出动 驾车追逐上演惊险场面 帅气拦截车辆更使用空拍机侦查 歹徒的动向 接着还出动攻击旅踢车 以及防暴处理车 一发现爆裂物 防暴机器人立刻执行拆弹任务 三 二 一 集结成功 神秘的宪兵特勤队主要负责 反截持 截击等各种反恐特定任务 除此之外还有宪兵特机班 无论是木板 红砖 鹅卵石 一一 集破 轻拿 搏击等战绩 也通通难不倒他们 得经过16周的扎实训练 对女性学员来说更加的辛苦 早上7点多练到下午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有点心疼 因为都会有点OK这样子 学的东西就是相对比较多元 就相对就是遇到突发状况 让我们有更多的临场的反应 可以去做制服 处理状况的意识 其中呢 宪兵机车连也很耀眼 每天每人都需要练习 八个小时以上 其中呢 着重在左右边导车扶震 与直线加速等技巧 要担当国家重要庆典的前岛任务 整齐化一可不容易 每辆重机重达了366公斤 还得控制龙头维持动态平衡 压低车体的时候会让我比较紧张 可是女生他们也是先看女生他们 有压他们也可以 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 宪兵指挥部的训练成果 展现了国军壮胜军容 更彰显他们的坚实战力 环宇新闻罗宇祥 陈宇荣 套运报道